我們看一下這個植物產生器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的話呢 你剛剛的那個資料夾在這邊 你會發現我有放一個軟體有沒有 這裡 這個是不用安裝的 那因為他跟中文不好 所以說麻煩各位你把這個呢 就複製或剪下 放在你的 西草裡面 或者是就是沒有中文路徑的 好沒有中文路徑的 好我把它貼上 有沒有 在這邊打開 他的那個軟體在這裡 2012點進來 有一個 點兩下就好了 有沒有跑出來了 那如果今天 我想在這個 這裡 比如說我找一個那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沙發吧 這個是沙發對不對 好我把這個模型把它匯出來 把它匯出 把它匯出成OBJ 那一樣麻煩各位就是不要再有 容易產生什麼 有那個 中文路徑的 好 進來 記得不要用中文檔名 所以 好 儲存 只有選擇的物件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我可以把這個模型載進來 上來 上來 TEMP裡面 找到了 有沒有一個沙發在這裡 在這邊 那 你可以呢 這個 滑鼠這樣動 也可以什麼 滑鼠右鍵 有沒有 可以前進 好 右鍵按著前進 假設我想要從這個地方長出來 你就點兩下 TOTO 開始長 它就照著它 你的模型開始長 長好了 和BIRTH 有沒有長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那萬一不滿意 你就在別的地方再點兩下 點兩下 長一下 那這些參數可以調啦 你就回去再慢慢用 好長這樣就好 然後 長出來 我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匯出 把這個模型匯出去了 那我一樣 把它匯到 我們的 這裡面來 好的 這裡面 好 我就存出去了 這樣就好了 也就是說它幫我長出模型 是不含沙發的 好就含這個植物而已 那 以後 你有興趣你可以去換它的那些植物的葉片的那些 格式 圖片 圖檔格式就可以變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剛剛呢 我們這個資料夾裡面還有一個texture 有沒有 它的這個 葉子 好因為我們剛剛匯出的時候呢 葉子跟這個樹幹的材質 它沒有幫我們一起拿出去 所以我在這邊呢 剛剛放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個tree 對不對 那我把材質我一定放到這邊 待會我們匯到Suite Home 3D就會抓到 好現在呢 我就從這裡 插入模型是在這裡 從這邊 點它一下 好找到 你的這個模型的檔案 Tree 登去吧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了 對不對 這樣子呢 進來進來 我讓它進到裡面來 好 已經找到它了 我們找到我們的沙發在哪裡 你如果從這邊不好找也可以從左手邊找 好 下來一點 進來 進來 在這裡 有沒有這就是 根據你的那個 量身訂做你就把那個位置調好就好了 它就會放在你剛 根據你剛漲的那個位置裡面了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們雖然沒有會自己做模型 但是 我利用網路上的資源也好 或者這種免費的程式 是就可以很快 做到很不錯的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從牆壁上直接長出來 這樣了解了嗎 OK OK